大家好 这节课程我们继续来学习企业网站后台管理系统的相关制作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上节课程我们学习的主要内容 在上节课程里我们学习了如何去验证一个登录表单 那么我们使用了JQuery 它里面的一些相关的知识点来完成了这个登录表单的验证 那么在这节课程里呢 我们要来学习我们的这个管理系统的顶部导航 也就是这个上面的这一部分内容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上面呢 有一个logo还有这个主要的这个导航菜单 还有右边的一部分内容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本节课程所要用到的一些知识点 第一个依然是我们的DAV加10SS的布局 那么DAV加10SS布局是我们在整个前端开发项目中 必须时刻都会用到的一个知识点 所以说大家必须要去掌握 第二个是咱们的这个浮动的一些相关知识 那么什么是浮动 浮动的话它可以向左或向右浮动 直到它的边缘碰到包含框 或另一个浮动框的边框为止 那么这个概念呢 大家看起来不是那么的清楚 那么这里呢有几个图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那么像这一个框 这是左边这个是不浮动的时候 我们的一个正常的显示效果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框是从上到下一次进行排列的 这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DAV 这也是一个DAV 那么三个DAV放在一起的话 如果说我们不进行任何的浮动 那么它默认情况下就是这样来进行排列的 那么正面这个图呢 就是我们将框1进行向右浮动以后 那么它的一个显示效果呢就是这样子的 那么它的这个框1呢就会在右边进行显示 同时呢框2和框3呢 会向上代替了框1的这个位置 那么第二个图呢是向左浮动 那么如果说我们将框1和框2以及框3呢 都设置为向左浮动 那么它这样呢就可以横正来进行排列 这样用的比较多的一个地方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嘴平的一个导航菜单 也就是这里的一部分 我们就会用到这个浮动来进行处理 那么下面这个图呢就是框1向左浮动 框2向左浮动 如果说我们这个向左浮动以后 它的右边部分容不下第三个框的宽度 那么第三个框它就会自动下降到第二行来进行显示 同时呢这个右边的部分就是我们这个框1 如果它的高度比框2的高度要高一些 那么如果说我们给三个框进行了做浮动以后 那么框2会显示在这个框1的右上角部分 也是这个部分 但同时呢由于它的高度呢 比框2高一些 所以它下面会剩余的一部分 那么我们通过框3呢来进行浮动以后 那么它不会出现在这个框1的正下方 而是出现在了框2的正下方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如果说要让框3浮动到这个框1的下面来 那么我们会怎么处理呢 我们可以通过像进出浮动这样的一些操作来处理 把框1和框2 它是一个整体 然后给它这个 这个整体呢进行一个清除浮动 然后框3呢它就会自动的 降到这个框1和框2的正下方 也就是这个位置 那么什么是清除浮动呢 清除浮动包括两种情况 刚刚我们说的是第一种情况 也就是当我们的这个一个框的宽度 高于另一个框的高度 那么通过浮动以后 它会它会后面的子元素呢 会接着这个高的一部分 深余的一部分进行浮动 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如果说我们在一个 负容器中它的所有子元素都进行了浮动 那么默认情况下我们这个负元素如果没有设置高度 那么通常这个负元素的话它就不会自动的给被这个子元素给撑开 那么如果我们给负元素设置一些属性比如说它的背景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的话我们是看不到负元素的一个效果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就要给负元素给清除浮动 清除浮动呢有很多种方式 那么像这个清除左浮动右浮动以及左右浮动都给清除 如果说我们要给负元素清除浮动 那么下面两种方式呢是比较常用的 我们可以给它定义一个class选择器 然后在它的after也就是它的后面定义一些内容 我们在这里呢写了一个点 并且呢因为我们在后面给它设置了高度的运营 Visible是一个黑带就是说它是一个隐藏的不可见的这么一个元素 那么通过这样的情况我们给它设置ClearBose 就是给它清除浮动以后 那么我们整个负元素呢就相当于给清除了浮动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给负元素设置颜色的话 我们就没看到负元素它是会被这个 子元素给撑开的 还有一种方式就是通过在这个所有的这个清除呢 在所有的这个子元素浮动的后面 我们可以加上这么一句代码 就是一个DNV并且在它的class为Clear 这个Clear呢就是实际上它是一个就是这里设置的这个Bose的一个值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也是可以解决我们的负元素来进行浮动的 清除浮动的 第四个点就是我们会用到背景图像的定位 那么有些时候我们在一个网页上会用到很多很多的图标 那么这样的一些图标实际上它是一个一个一个的小图片 那么如果说我们把这些小图片的话单独给它保存为一个红件 那么我们在打开网页的时候呢就会网页就会去请求服务器端 把所有的这个小的图片给请求到前台来进行显示 那么这样呢会有一个问题 比如说我们要用到这样的一些小图标 如果说我们把它保存为这样一个图片保存为单个的文件 那么这样的话它就会向服务器请求五次来进行加载这些小的图片 但是如果说我们要我们把它做到一个图片上面 那么这样服务器和前台呢就只需要进行一次的请求 就可以得到这么一张图片 那么我们在前台通过定位就可以得到每一个小图标所要显示的内容 这样呢就大概减少我们服务器的一个开销 那么这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一个小的技巧 好下面我们就开始来制作这个我们的一个这个顶部的导航 打开编辑器 首先我们在这里定义一个div 将它的class设置为head 然后呢我们再定义一个div 再看class呢设置为headlogo 那么这个div呢我们就用来呈现我们的logo部分 然后在下面呢我们可以给它拿一个无序列表 也就是我们主要的一个菜单的部分 也就是这部分内容 那我们可以给它添加上这个菜单项 第一个呢是菜单管理 然后呢我们可以给它复制几个 四 它有四个菜单项 那第二个是模块管理 系统设置 然后我们在这里呢可以给它写上一个h1标签 它的这个logo的名称 我们这里就写上系统管理 这里呢我们可以给它一个链接 链接到当前的这个页面 所以这个警号呢就表示当前的这个页面 好我们可以来给它添加样式 首先我们这个logo 首先是这个head的部分 然后我们 可以在这里首先给它写一个注册 顶部导航 然后写上head 将它的宽度呢设置为100% 让它铺满整个全屏高度呢 我们设为 63个像素 并且呢将它的背景颜色呢 设为这个颜色 那么好 那么好我们来预览一下 这里呢是我们的index 然后呢 然后呢我们可以将它的这个字体颜色 设置为白色 这样呢 这样呢才会生效 好 好 这个字体呢有一些大 那么所以呢 我们将这里等于h2吧 好 然后呢是我们的这个logo部分 这里呢 这里呢我们给它设置一个宽度 比如说为183个像素 高度呢 我们设置为 刚刚设置的这个设置为60像素吧 并且呢将它的航高 并且呢将它的航高 设置为60像素 让它的字体呢 其中 好 那么那个部分呢就给做好了 那么此时我们看 我们后面的内容呢 刚刚我们看到它在这个下方来进行显示 那么为了让它在同一行进行显示 这里呢我们就会用到 这个浮动的原理来进行 这个效果的呈现 那这里呢我给它加上一个向左的浮动 并且给它加上一个左的浮动吧 那我们由于我们说这个我们的子元素清除了浮动 那么最好呢我们给它的这个负元素呢给它清除浮动 那么这个left和这个clearfix是怎么来的呢 因为我们在这里呢上面在公共样式里面我们已经给left添加了相关的样式 让它向左的浮动 这个clearfix呢就是我们给flow元素清除浮动做的一个样式 那么我们在后面呢会经常用到浮动 所以说我们给它定义在公共样式里面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来刷新一下 好那么我们这个菜的部分呢 它就这个在我们的这个 这个logo的右边部分 那么 接下来呢是我们的这个整个导航 我们可以给它加个last head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给 可以的下面的 它下面的立标签 也给它设置为 向左浮动 这样设置的目的呢是让整个的这个导航菜单在横排进行一排显示 那么我们刷新一下 那么它这样呢就进行了横排的显示 那么我们为什么 我在这个立标签 添加像这样添加一个left呢 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立标签有很多 那么我们这样写呢更方便一些 如果说我们要在这里加这个left也是可以的 但是呢这样我们会去加很多的left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直接在这样这里写 然后是它下面的a标签 然后是它下面的a标签 我们可以给它设置一个party 上面呢给它设置五十像素 右面呢给它设置一十像素 下面呢给它设置为五像素 左面呢也设置为十像素 并且呢并且呢它会有一个背景颜色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是这个颜色 把这个颜色值给它设置上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背景颜色呢我们已经设置好了 这里呢我们可以将它的 这个颜色旁边的颜色的颜色 我们可以设置一个颜色的颜色 那么我们可以设置一个颜色的颜色 让它以快据元素来进行显示 那么这个高度呢是指的太高 那么我们可以这样 我们给它设置一个宽度吧 给它设置为70像素 那么我们在这里写party呢 这边的party呢我们就设为0 左边呢也设为0 它这个高度太高 那么我们设置为40相说 35相说 好 同时呢我们将看到这个 字体居中的方式呢 让它居中对齐 并且来让它的这个 ProjectRight设置为 5个像素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呢它就会有一个间距 好我们说它这个上面它会有一些小的那个图标 这里呢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背景图片 我们在这里给它统一添加一个背景图片 这个背景图片呢我已经给准备好了 这个背景图片 这个图片 这个背景图片的背景图片不一样呢我们可以在这里呢给它添加一个 id 比如说这里呢我们可以给它 同理呢我们可以给其他的这种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 bead cqm again n-goo titled door 这里呢我们可以给它这个页图片的话 这里呢它标准下一个标准到拆标准进去 那么我们可以先跟它标准到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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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部 background,possession,让他的这个x组呢,让他居中,y组呢,设置为负的95个像素,好,我们来发现一下 这里呢,我们可以给他设置这个,让他不平铺 好,同理呢,我们这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 也通过同样的方式,来设置,第二个是195,第二个是295,第三个是395,好,我们来刷新一下 好,那么这样的效果呢,就出来了,那么这个95和195这样的值是如何来的呢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准备了这个图片,在这个工具里面,他会有一个标词工具,那么我们在这里呢,可以大体给他量一下 比如说到这里,我们使用的是第二个图标,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里呢,他的高度呢,大概就是95个像素,那么我们在这里呢,因为他是以这个 的左上角为这个 这个基准点进行测量就像feld. 可把这里所掭Seeing 定位 在这里呢 由于它这个有一个当前的样式 就是它的这个宽度会高一些 并且呢 它的这个背景颜色会出现变化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可以给它 添加一个class 为当前的菜单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 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 当前的这个菜单 并且呢 将它的background 看了 这里呢 我们要给它单独设置为background 看了 因为呢 我们上面呢 是给它设置了图片 如果说我们依然写background 它就会覆盖掉这个图片 就是说我们在移上去的时候 那么它就没有了这个 这个背景这个小图标 那么它这个颜色呢 是这个左右 并且呢 它的宽度呢 会比其他的这个档红菜单会宽一些 那么我们就设置为120个像素 那么这样的效果呢 就出来了 那么如果说我们鼠标 在移动到其它的这个菜单的时候呢 我们也会给它加一个这样的渐变 那么这样呢 我们可以在这里呢 给它再添加一个样式 就是当我们的鼠标再移上去的时候 给它产生一个这样的变化 那我们来看一下 好 那么此时呢 啊 这里呢 应该不是current 而是直接的这个 逆标签 这样我们给它在这个 当我们鼠标移上去的时候 我们就不要它这个宽度发生变化 所以我们给它单独写出来 让它的背景颜色呢 为这个值 宽度呢 就依然不变 那么我们来刷新一下 好 那么这样的效果呢 会比较好看一些 那么本节课程呢 就到这里 再见